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 怎么他竟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议 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记载 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会 凡有父听教而学习的 必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 只有那从天主来的 才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从的人必得永生 我是生命的食粮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 却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谁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生活的食粮 谁若吃了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我们是真的认识耶稣 还是只是认识表面的耶稣呢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犹太人对耶稣窃窃私意 因为他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他们听不懂耶稣所说的话 对他们来说 耶稣不就是若瑟和玛利亚的儿子吗 但是 他们对耶稣的了解 只停留在表面 即便耶稣想启示更多 有关他自己的事情 他们也听不进去 很多时候 我们对他人的认识 也很表面 当听到别人对其他人的 窃窃私意时 我们即便不是很了解 还是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批判 和意见 我们是否让他人有机会向我们表达 他们更深层的一面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针对群众的态度说 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意 他邀请我们不要停留在表面 而是要深入倾听 并且愿意去了解他人 因为当我们愿意开放去倾听了解 偏见及不必要的误会 便会减少 我们也能够发现 他人可能就是天主送给我们的礼物 福音中 耶稣告诉犹太人 他是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 谁若吃了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永生是多么好的礼物 但当时的犹太人就因为不够开放 不愿意深入认识 而没有收到 我们呢 我们可否想象 有多少美好的机会 友情 经验 就因为我们的不开放 不愿意深入 而丢失了 请品尝圣言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 梦想耶稣要对你说什么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当你心中对某个人 事物 窃窃私意时 先问自己 你是否可以更开放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啊 当我急忙判断 并对他人产生偏见 请带领我更深地认识他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学习有颗开放的心 能够深入地认识他人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不要响 明天还需要